与花莲市公所友好城市地盟的彰化市公所 明年要举办彰化三百股城庆典之都提灯采接活动 彰化市长林士贤特别来到花莲 邀请花莲市长魏家贤 在明年能够带团一起到彰化共襄盛举 来庆祝彰化创建三百年 彰化市长林士贤协同市政团队到花莲来参访 受到市长魏家贤及主任秘书翁美华 还有市公所团队的热情欢迎 两市首长就市政经营的问题彼此分享 魏家贤表示从林市长的简介当中 可以看到彰化市的古迹还有人文汇萃 而在市政经验分享里可以让两座城市 无论是在建设或文化发展有更多的成长进步 那今天非常欢迎彰化市的市长 林士贤市长带着他们市政团队 一起来花莲市公所来做相关的加入活动 那我们可以看到彰化市来很多的古迹 也很多的人文汇萃的地方 那我们希望有机会也能够带来自己的团队 那过去跟彰化市做相关的交流 那在此也要邀请我们所有花莲市的好朋友 能够有机会也可以去彰化古都去看看走走 那我们刚刚在交流过程里面 也交换市政经营的一个心得 希望未来能够让两个城市都能够互相学习 互相进步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林士贤市长的用心 那我们花莲市公所除了国外的姐妹市之外 其实国内就是彰化市是我们的姐妹市 那我们希望未来有机会能够有更深化的交流 让彼此之间的文化也好 那人民也好都能够有更多的一个机会 那让自己的城市互相来成长 张化市长林士贤表示花莲是一座观光重镇的城市 因此他们特别到花莲来学习如何行销城市观光 花莲是一个全国重要的观光重镇 我们来这里学习如何行销一个城市的观光 推动一个城市的观光 那也特别来邀约我们的姐妹市 花莲市市长能够带队 带我们公所的所有的同仁 包括我们所有的花莲市的市民 一起去彰化观光旅游 彰化除了八花山非常的漂亮之外 八花山现在还有三个秘境 一线天还有清水古道 还有香山步道 另外彰化的古迹文化 扇形车库的铁道文化 都值得大家来欣赏 林士玄也提到彰化眷眷明年满三百年 彰化市公所去年开始就推出了彰化三百系列活动 明年要举办规模盛大的彰化三百古城 庆典之都提灯采接的活动 这次特别到花莲来邀请市长威嘉贤 带队前往彰化来同庆 分享彰化三百的喜悦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